進來了 那 回來了 回來了 好 那誰開始 一樣鳥屎開始好了 好 這個 有一天 這個 有一天 這個小六走在路上 這是要叫小六是不是 小六走在路上 沒關係反正很多個小六 我覺得不要用這個名字比較好 一天突進風走在路上 考驗 有一天 有一天 阿峰好了 阿峰 阿峰好了 阿峰 有一天阿峰走在路上 他想說 今天 天氣蠻好的去 去這個 踏個輕好了 於是呢 他就想說 阿那我往這個 北投走好了 他就 坐著捷運 到了北投 下車的時候呢 發現 誒 捷運站有一隻 烏龜 有一隻很大陸龜 然後那陸龜看起來呢 好像受傷了 他就走過去問這個烏龜說 烏龜啊 你怎麼啦 好 下一個 哇靠 下一個是誰啊 上次下一個是誰 老王喔 老王 老王 現在還是我 就照上次的好了 看到一個烏龜 然後問烏龜怎麼了是不是 然後烏龜就說 呃 幹烏龜要講什麼 烏龜會講話是不是 烏龜會講話是不是 烏龜就說 幹不知道講什麼 烏龜就說 我沒事 我要走了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麼 為什麼烏龜的聲音 他媽的 實上是跑龍套的角色啊 然後 可是 阿楓還是放心不下 因為他覺得這個烏龜有點乖乖的 然後就暗中跟著他 結果發現 烏龜默默的 走到牆角 療傷 就是伸出他的龜角來 然後發現龜角受傷了 好險不是伸出他的龜頭 三隻醬油 他的龜角受傷 然後他就一邊 一邊 就是 用口水擦傷口 然後一邊 流淚這樣 好 下一個 下一個是誰 是我嗎 對 六灘 好好好 然後他就受傷 然後就用口水擦一擦 他自己的傷口 然後就 拿手機出來 打電話 回家 說 媽媽 我受傷了 我 我後面還有一個 很奇怪的人在跟蹤我 快來叫我 看來烏龜的key是定的太高了一點 哈哈哈 好 然後就 好就這樣 就這樣 對 啊 該我 然後 ㄟ 這個烏龜啊 他 其實前一天有跟一個叫做 呃 蘇肥狗的人 有約好 就是 要一起去回頭 但是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 就 早上的時候 他說他突然不來了 然後他就 哈哈哈 想說 還是 就是 要不要打個電話 問他說 他受傷了 要不要來一下 這樣子 然後他就 打電話給 這個 蘇肥狗 然後 蘇肥狗就說 啊 好 等一下 剛剛的打電話給他媽 叫他媽來救他 又馬上打電話給蘇肥狗 到底要多少人來救他 對啊 不得想打 找不得電話 好寂寞 不得想要找很多人 哈哈哈 好 然後他 打電話給他之後呢 他就說 啊 反正 嗯 好像也是要去找這隻烏龜 拿個東西 就 去一下好了 然後 蘇肥狗就 正在趕往 北投的途中 好 下一個 八毛 換我 主角阿瘋呢 已經消失了 沒有啊 阿瘋還在跟蹤烏龜啊 阿瘋還在後面看 對 多看烏龜 然後 然後 後來 蘇肥狗在路上 就看到了阿瘋 在 跟蹤一隻烏龜 然後他就跑去跟烏龜講說 欸你後面有人在跟蹤你 然後後來烏龜就覺得 幹好恐怖喔 然後就報警 然後警察就把 烏龜早就知道這件事了好不好 我老是 他都跟他媽講了 你都罵他都跟他媽講了 有沒有聽啊 他都已經打電話這樣罵得起他了 然後 然後 警察來之後就把阿瘋 抓走了 然後警察就問他 你要不要 對阿瘋起訴 看 又來 你是不是又想說人家的東西 這還很生氣 媽的 好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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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然後警察就一直不信 然後警察就說 警察就說 拿成證據 不然 不然 今天就不會放你走了 然後阿瘋就 突然就分裂 分裂成四個阿瘋 然後他就問 他就開始 一心換意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問警察說 想不到吧 哈哈哈哈 好 其實 哈哈哈哈 太難擠 哇 太 太慘開了啦 那個誰 你啊 又太慘了 好 你要死了 你要死了 喔 阿瘋就說 想不到吧 結果這時候 這個 阿瘋死出了一心 幻影之術 出了四個分身之後呢 這時候警察就 嚇了一跳 他就說 啊 原來 你就是 那個 傳說已經失蹤的 假賀忍者 突進風太郎嗎 不對 然後 這個 阿瘋就說 我才不是突進風太郎 是他的 徒弟 風虛喝真聖 哈哈哈哈 直接講真 阿不然掉過來吧 他說難道你是風虛喝真聖嗎 他說我不是 我是他的徒弟 突進風太郎 好 可以可以 好 這樣可以啦 然後警察就說 原來你就是 突進風太郎啊 阿 阿 欸 請問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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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然後這個警察就說 原來你就是 突進風太郎啊 想不到 淵家入宅 在這邊又遇到你了 然後 做個屁啊 原來是淵家 沒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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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警察就說 然後這個 這時候這個 風太郎就說 憑你這種 脆弱的 鐵欄干事 關不住我的 這時候他就 從背後拿出了 拿出了 拿出了 一把 拿出了一個 登山棍 然後 揮了一下 結果 登山棍就斷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他在下 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對 結束了 他拿出登山棍 然後登山棍斷掉了 然後 阿楓就說 哈 剛剛那個 指示我拿錯了 那個是我 登山用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 有道理喔 因為他鍵板要去踏青的 欸 有有有 可以可以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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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水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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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就拿出了 他的 大家怎麼說 難吧 然後 然後那個警察就 想說 看阿楓到底 再衝他小好了 然後就 搬一個椅子 坐在那個 監獄的前面 看著他 然後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在捷運站嗎 哪來的監獄啊 已經被關起來了嗎 他已經被關起來啊 他已經被關 所以海龜跟 蘇菲狗已經離開了嗎 他是不是現在旁邊等啦 為什麼他們兩個也要去監獄啊 他們沒有去監獄 他們 報警了之後 還在做筆錄啦 好好好 對啊 對對對對對 好 OK OK 可以可以 然後那個警察就 就睡著了 太大意了 因為 因為他實在 已經在裡面耗了很久了 然後 阿楓就 想說怎麼辦呢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 把烏龜叫過來 他說 ㄟ烏龜你過來一下 然後烏龜就說 好 幹嘛 媽的不用配音吧 不用開變身器啊 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 幫我拿他的鑰匙 因為我很想出去 然後 我沒有要跟蹤你 我只是 覺得你很怪而已 然後烏龜就說 然後 阿楓就跟烏龜說 然後烏龜說 你 你竟有不知吃法酒 等我出去 我就 打破你的龜頭 不會 不行啦 就打破你的龜殼 OK OK 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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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下一個 OK 現在換我了是不是 換你換你 換你換你 然後海龜 就在那邊說 不要太囂張了 我不會被二十里威脅的 蘇菲狗救我 呵呵呵呵 你 什麼東西 你都沒什麼 蘇菲狗救我 蘇菲狗救我 然後蘇菲狗就 說 對啊你不要太囂張了 被關起來 還敢在那邊大小聲 大小聲 呃 你反正 我看你在這樣子威脅我們 你是一輩子都 不用出來了啦 然後那個 欸你說那個 欸關起來那個叫阿楓啦 阿楓就說 呵呵呵呵 突擊風太郎 好突擊風太郎 就說 你太小看我了 我可是忍者 然後呀 然後他就解一個印 然後 就 死出了 我想想看死出什麼啊 死出一個 好 這幹嘛笑什麼啦 歐大大雞排之術 好 好想 回家之術 然後他就回家了 然後他就回家了 阿楓 哈哈哈哈 好想的 不是可以回家嗎 他可以可以 他忍者他忍者 然後他就一瞬間 就回到自己北投的家 欸他住北投嗎 沒有講 好啦 沒有講 好啦 就住北投就住北投 就回去了 然後那烏龜說 完蛋了 他一定會找 找我們報仇 不好意思 被口水嗆到 你說 我會被口水嗆到還是 我被口水嗆到 好蘇菲果說 不要怕我們現在 趕快去鍛鍊我們自己 這樣他再來找上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有能力可以對付他了 好 下一個 嗯 好 然後 呃 是突進鋒太郎 對 回家了 回家了 然後 這個 突進鋒太郎 回到家之後呢 他就想說 他媽的 我現在 一定要趁 就是蘇菲狗 還有那隻 啊烏龜 還在警局的時候 就要過去打破他的頭 不然他到時候 跑的時候也不知道在哪 殼 殼 殼 然後他就馬上 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一個 外國朋友 就是外國朋友叫做 F.I.C.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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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好可以可以 他就跟他講說 哎我現在想要去打兩個人 一個人一個烏龜 哈哈 那你可不可以過來幫我 蘇菲狗也不是人吧 蘇菲狗是狗還是人 蘇菲狗是狗還是人 蘇菲狗還是人 蘇菲狗是狗還是人 蘇菲狗當做人好了 然後這個外國朋友非常意義不容辭的就說 好我現在馬上出發去北偷 結果他到北偷之後發現台北人證太多了 找不到車位 然後就在附近繞繞繞繞了很久 好下一個 好狡猾 好狡猾 換誰啊八毛嗎 然後Fick找了停車位找了很久 他叫F-A-C-K F-A-C-K就是念起來就是必可啦 不是那個必可啦 沒有做事 然後後來找停車位找了很久 我說幹好不爽喔 我還是不要開車好了 因為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就直接把車丟在隨便一個地方 然後他就說 那個豐太郎 我們直接徒步去找他們 豐太郎 Fick就說 突進風我們直接去找 我們直接去找他們兩個好了 他直接變講故事 直接變成這樣啊 今天的行程了 然後他們一見到之後 可是因為 突進風太郎是陶獄 所以他現在被通緝了 然後 他去找他們兩個人的時候發現 旁邊有很多警察在爆發門 他就說 然後 突進風太郎就說那我要上了 然後結果 然後結果 拔出了 拔出了 拔出了一把刀 然後 可是還沒揮第一刀 就被警察射下來 然後警察就說 他媽的你以為你每次拔刀都可以上highlight是不是啊 還可以二難打 到底有多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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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沒那夠年啊 然後結果 後來他拔完刀之後 沒到三秒他的刀就被打斷了 好 下一個 好可憐喔 換 怎麼接 可以可以可以 他的刀斷了之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身後又出現一把刀 然後他就 他說 你以為我只有一把嗎 你打斷了一把 還有千千萬萬把藏在我的褲子裡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一下拿出了三把刀 然後 然後 以為是一堂共三四 然後就 就往警察那邊衝過去 想不到這個時候 烏龜跟他媽就出現了 烏龜跟他媽 欸 不是啊 不是啊 烏龜跟出眉口啦 烏龜媽媽沒有這個演員啊 烏龜 烏龜跟蘇肥狗就一起出現了 然後就說 想不到 想不到 在這裡 遇到了 就是 都這麼高強的人 看來是今天是 在此一戰 是在所難免的 然後 然後 兩方就要打起來 這個時候 他媽就從上面 飄了下來 好 換人 好 換人 他媽從哪裡 不要下 很難發耶 救命啊 換人 然後這個時候 他媽媽就 出來這個 從天而降 然後 這時候烏龜就大喊了一聲 媽媽 然後 還有大喊了 超小聲的啦 媽媽 然後 蘇肥鬼 大了一聲 阿姨 然後 那時候 烏龜媽媽就說 哼 不知道 上一個欺負我 小孩的人 在哪 阿姨 你這個 混蛋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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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死 你 然後 那個就說 我也要做死 你 被我打起來了 但是 因為 這個烏龜跟樹肥狗 基本上是 沒有打過架的 所以呢 這個 風太郎走到他們前面 就說 他媽的 我就是要打爆你們 你們還敢來 結果他就把他們兩個打爆了 什麼東西啊 誰被打爆了 他把那個 烏龜 把烏龜跟樹肥狗 就打爆了 然後這個時候 烏龜媽媽就 怒火了一聲 然後 跑到了 這個 那個 風太郎的面前 然後 打了他一巴掌 然後 風太郎 就 哭了 這個時候 打了正激烈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 睡著的警察就醒了 然後警察發現 欸 為什麼欄杆 後面 突進風太郎不見了呢 然後就趕快拿著 你說監獄裡面的警察醒了 監獄裡面有 他拿了 拿了警棍跟槍這樣 衝出去 就一看就看到大家在打架 這時候警察 因為還是為了要維護自然 他就跟大家說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然後 然後這個 烏龜媽媽就說 今天就先饒過你 然後又飄走了 然後下一個 完全沒有搞動 剛才講真小 我來跟你講一下 烏龜被打爆了 蘇肥狗被打爆了 媽媽飄走了 然後 那個 風太郎被 剩一巴掌在原地哭 然後屁殼在旁邊衝到小 目前大概 然後緊張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理解一下 被打爆的意思是已經領便當了嗎 還是 領便當了 領便當了 太快了吧 不然 領便當不能再出來了 然後 然後 警察怎樣醒了嗎 然後 監獄的警察就醒了 就發現 欸 風太郎逃獄然後就去找他了 拿警棍去找他了 可是風太郎 喔 那這個時候在哪裡打架啊 喔他們去北投打架了 對北投打架 北投打架 北投PK場 救命啊 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明明有一種文明組的很好的菜 我覺得這次 我覺得這次 故事好像已經有點變太大了耶 不會啦 很順啊 不會啦 再拉回來就好啦 然後這個時候 媽媽飛走了之後 就在 飛行的途中 那個警察看到了那個烏龜媽媽 然後警察就想說 欸 那不是剛剛報案的那個烏龜媽 長得好像喔 然後就 就 用 馬正雄把他射下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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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摔死了啦 然後射下來之後 就把他綁起來 然後綁起來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烏龜媽媽醒來了 然後就說 這裡是哪裡啊 為什麼我頭好暈喔 然後那個警察說 噢對不起 因為我在找 就是 你兒子今天報案 然後他不見了 然後那個 那個歹徒也不見了 我怕你 兒子會有危險 所以就把你收下來了 然後 知道 然後 媽媽醒 就是回神之後就告訴警察這些事情 然後就告訴他 途徑風太郎 哈哈哈哈 在哪裡 然後他說 那不然 好吧 反正我知道在哪 我就 載你過去好了 然後 媽媽就突然 讓他上了他的龜殼 然後 然後 他們在飛行的時候 背景音樂是 龜頭髮牙 哈哈哈哈 白痴啊 哈哈哈哈 背景音樂不用講吧 而且我到剛才一直知道 我到剛才一直知道 對耶 烏龜媽媽應該也是個烏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突然 突然 好想 好想唱 龜頭髮牙 呵呵呵呵 靠謠 BGM不用講啦 呵呵呵呵 然後 飛到 就是飛到目的地的時候 舒肥狗已經 就是 因為他隔天要上班 所以他就說 沒有上班他死了啦 他已經舒肥狗已經死了啦 那舒肥狗不 你 你剛剛不是說舒肥狗在旁邊 幫他衝他笑嗎 舒肥狗幫他衝他笑 喔這是VICK是不是 喔 講錯講錯 好 好 VICK說欸我又上班 不好意思我先回去了 哈哈 後來就回家 然後 那個 途徑 風魔小太郎 不對 沒有風魔啦 途徑風太郎 還在原地哭這樣子 然後他媽媽就 哭多久 哭多久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下一個人 呃 換我是不是 換我是不是 對 對 對 然後 媽媽就降落了 然後 就看到 他的沙子仇人 還在那邊哭 他想 過去 結果說 幹 酷屁啊 那命來 然後就 從他的龜殼裡面 拿 拿什麼呢 拿 雙槍出來 然後開槍這樣子 結果這個時候突然 突然 風太郎就振作了 再從他背後 拿出那個 登山棍 又還有登山棍啊 然後 然後就 然後 登山棍就 擋下了紙袋 然後 然後 他就看著手中的登山棍 他們就 我想起來了 我今天是要去踏青 然後 他就 解映 就是 土盾 踏青之樹 帶我去爬山之樹 然後他就 直接被土再去山 再去山裡面 然後 烏龜媽媽就說 可惡 然後就追上去 可是因為他剛剛都用飛的 燃料已經用完了 所以 他就整個 我怎麼會有燃料 不是 不是我 我心中的飛是 他的龜殼會噴火 跟噴射機一樣 這樣飛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不能飛了啦 然後他就說 可惡 然後就追 可是他應該爬得很慢這樣子 就超慢 然後過了十分鐘還在原地這樣 然後 下一個下一個 好 那 這個 進風太郎 他就是把自己傳送到 山裡面去 因為他今天 他今天 他今天 就是要去踏青 然後呢 他沒有想到的是 其實他剛剛放的那個 他放了什麼樹 土盾好想爬山之樹 好想爬山之樹 其實是有缺陷的 就是 過了十分鐘之後 然後還會再自動發動一次 所以他不小心把 還在原地的烏龜媽媽 還有警察 又一起傳送到山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什麼爛樹啊 還有傳送兩次 哈哈哈哈 我是電梯喔 哈哈哈哈 喔 呃 帶我去爬山之樹 講錯了講錯了 老師帶我去爬山之樹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然後 他們傳過來說 嗯 經過剛剛的交手 這個 啊 屠濟風太郎 判斷這個烏龜媽媽 好像有點猛 應該是打不太贏 然後 他就想說 不然 既然 打不贏 乾脆就融落他好了 然後他就跟這個 烏龜媽媽講說 啊我今天是要去踏青 而且還要找個地方 烤一個 啊牛肉捲 很好吃 哈哈哈 肉吃也多 啊 香香的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進行這個 踏青烤肉的活動呢 好 這樣下一個 哈哈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不要 哈哈哈哈 不行你的太短了 哈哈哈哈 他就說不要 可是他然後 欸 是媽媽媽媽媽被邀請嘛對不對 對啊對啊 對 媽媽就跟屠濟風說不要 然後屠濟風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有事 哈哈哈哈 有什麼 所以不能去 烤肥那不是我的LINE訊息嗎 哈哈哈哈 然後屠濟風就說 可是這個肉烤起來很多肉汁很好吃欸 哈哈 剛剛你講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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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公司阿祥救命 他說好吧 好吧 然後他媽媽就說 好吧 既然你這麼 這麼誠懇的邀我去的話 好吧 那我就 勉強答應你一下好了 然後結果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又被傳回山上 他們就在山上了 他們就在山上了 白癡喔 他們就在山上了 他們就被傳到山上了 他們就被傳到山上了 就帶我去爬山之樹 第二次發動就把他們送上去啦 我說好好好 好好好 這個 這一天一直在下雨 這一天一直在下雨 那個山上可能會 沒有啦 可能會引發土石流 喔 我們先下山 我們先下山 結果 結果他們一下山之後 發現那個樹又發動了 然後又被傳回山上了 這樣可以了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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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很多雨 不要碰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有噴鼻涕出來 下一個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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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現在在幹嘛 哈哈 現在狀況就是 現在狀況就是 警察 烏龜媽媽媽 還有那個 突進風太郎 三個人都在山上 然後烏龜媽媽 已經答應他 要跟他一起去 這樣了 烤牛肉是不是 對對對 他跟他一起去 烤牛肉捲 烤牛肉捲吃 這樣子 好 結果 結果 結果他們 他們一直被傳回山上 他們多次被傳回山上 他們就想說 那算了 那今天 那還是改日再戰了 好了 然後他們就真的一起踏青 然後要去 吃牛肉捲 結果 烤肉捲 結果發現烤肉捲的店沒有開 然後 然後結果 可是可是旁邊看到 看到有一個 正在辦一個活動是 世界烤肉大賽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之後 改變形成 就一起參加了烤肉大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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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考官就突然 講了一堆廢話 就說 好 你們就必須自己 從 從材料開始 都自己去取得 然後 所以他們就一直 先去打了獵 然後 在 然後經過 經過懸崖的時候 就 把玉錦 推下來山崖 為什麼 快 超無辜的 超無辜的 經過的時候 想 鳳太郎想說 今天就你一直 針對我 然後他就把他一腳撤下去了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壞了 好壞喔 救命啊 又有個零片 都演員快沒了 演員快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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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人家辛苦了 太扯了 換誰換鳥屎了 等一下 到底是誰被推下去啊 警察 獄警 所以現在剩這個 突進風太郎跟 龜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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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 然後推下去的時候 這個 主烤官呢 是烤肉的烤 主烤官呢 他就說 他就突然發現 欸你們怎麼少一個人啊 然後那個 突進風太郎說 他說他家裡有一點事情 先回去了這樣 回老家了 然後主烤官就說 主烤官就說 那我 你們 我看你們的 你們的食材也 打得差不多了 你們就來烤肉吧這樣子 然後 這個 突進風太郎跟龜媽 就很開心的 要去烤肉了 就烤一烤的時候呢 這個 突進風太郎 就開始跟旁邊的參賽者 聊個天這樣 他們就跟他說 欸你們 你知道 有一種 台灣的傳統料理 叫做布袋雞嗎 然後我突進風太郎 就說 欸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啊 他就說 那這個很好吃的 料理喔 那個是 把整隻雞去骨 之後呢 然後 跟 跟 把憋肉放在雞 整隻雞裡面 然後 做成那道料理 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 然後突進風太郎 欸我剛剛有獵到雞 可是我沒有 抓到憋欸 然後 那個 旁邊的人就說 欸 我以為 你帶來的那雞 是要拿來烤的欸 然後這個時候 突進風太郎 心念一轉 他就想說 啊 這個 撕個屁啊 起來真的是 很好吃啊 所以 他就想說 那我要把 這個 龜媽媽給 拿來這個料理一下 這樣子 結果呢 這個時候 突進風太郎就把這個 龜媽騙到了一個 這個 小湖邊 然後他就跟這個 龜媽說 欸龜媽你這個 這個 我怕你太熱啊 這個 要不要去 游個泳啊 我怕你水分不太夠啊 但是呢 龜媽就跟他說 呃 不好意思 我是陸龜 哈哈哈哈哈哈 靠杯 靠杯 然後 最後他就想說 啊 可 可惡啊 他太精明了 沒有騙到他 於是他又 這個 他就繼續跟他說 啊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個 那我下去游個泳喔 那個龜媽 等我一下這樣 結果龜媽就想說 今天天氣真是有點熱啊 不如就 就也下去有個泳好了 啊 陸龜媽想說啊 趁機要把他溺死的時候 就這時候龜媽 把這個 胸前拉電拉開 欸把整個殼脫下來了 結果發現 欸原來他是一個 年輕貌美的女子 啊只是穿著一個龜殼而已 非常漂亮啊 非常非常漂亮 身材非常非常好啊 只是穿著一個龜殼的服裝 那這個時候呢 陸龜媽就很奇怪 他就說 欸為什麼 欸不好意思龜媽 請問你 你 你不是烏龜嗎 那你怎麼可以把殼脫了呢 就是龜媽就說 喔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我們家有這個 穿這個 龜殼的衣服的習慣啊 我們其實不是烏龜啊 好小啦 啊 於是呢這個 他們就下去游泳了這樣 然後 結果土球方那樣想說 不行我還是要趁機把他溺死這樣 結果發現 欸龜媽超會游泳 太長了吧 你的故事 太長了 送他的故事 那媽 你是金庸是不是 游一游的時候 還抓了一隻鳖上來 跟土球方那樣說 欸你看我抓到一隻鳖欸 啊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你看你倆 看血烤喔 我最近忘記你前面講的是什麼 我來告白喔 我說什麼救命啊 然後他抓到一直憋 憋就說 好了 她就笑她沒有尾巴 顧叫鼻不逼 顧叫鼻不逼 五百五百壁 憋歔市事nn 很快梁 跳下去 小麥香啦 我後邊 我後邊就說 救命啦 哈哈哈哈哈哈 又牽著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超廢的 後面就 後面就一直 憋毛 然後 狠狠的 咬住 那是誰啊 想要出陀進風太郎的手 然後就說 沒到打雷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放開的 沒有什麼 沒到打雷 沒到打雷之前 我是不會放開的 喔 好 下一個 所以 現在是把殼脫掉的媽媽 她是人型啊 抓著 然後抓著憋兒子 然後憋媽媽咬住 不進風太郎的手 好好 然後 就發現 旁邊的草叢動了一下 結果 就有一隻 新角色新角色 呃 不是 摔到山崖底下的獄警 拔出來了 然後 然後她滿身是血 手也斷掉了 然後就說 龜媽 你中了她的幻樹了 然後龜媽就 被這個畫面 驚嚇到 才發現自己 其實還是一隻烏龜 是因為 她中了她 她中了她的幻樹 把 她的殼都已經被 風太郎取下了 她其實已經受傷了 她就趕快再鑽回她的殼 然後才知道自己 其實真的是一隻烏龜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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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風太郎就說 可惡 居然這樣就 破了我的幻樹 然後結印 然後她要結印的時候 發現自己手上有一隻憋 她就沒辦法結印 她只能結一半 她想說 我要 我要 我要逃跑 然後她就 結印 就一隻單手結印 然後就 我先想看 到底要結得到印啊 幹就很扯嘛 那場景展望都是你弄的 來 我先想看 我先想看 好 她說結印 帶 帶我去月球之術 結果 我先想看 我先想看 好 然後 然後 那個 龜媽說 什麼 居然 要去月球嗎 然後她準備要起飛 跟她去月球 結果只是 被警衍 只是被警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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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成帶我去月球 只是被警衍 然後就說 沒辦法單手結印 沒辦法傳送 只能放歌 可惡 她說可惡 然後她就把那個憋 甩出去 然後準備要來跟他們 然後她因為手被搖受傷了 所以可惡 要跟他們大幹一場了 好就這樣 下一個 等一下 我跟老王確認一下 那個 咬住她手的 呃 憋媽媽到底是講了什麼 呵呵 她說 她說 到打雷之前我是不會放開的 你們都知道 憋著打雷才會放開嗎 真的假的 是嗎 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傳說啊 喔對齁 打雷的設定 好啦那我改一下啦 她要把 龜媽媽甩出去 可是因為 沒打雷 然後 然後 她就咬橫死 所以她就用另外這首 然後 放了一個雷切 然後那邊就說 喔OK 然後就鬆口了 呵呵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呵呵 有雷嘛 有雷啊 他媽的 雷切死了出來 然後他帶我去夜球 放歌 呵呵呵呵 幹 帶我去夜球 這個事物很高級吧 我說一次啊 對啊 好 好 就要給我處理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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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突進空太郎啊 他因為 嘖 就是 剛剛放的那個雷切啊 他是在被咬住的狀況 就是 施放的嘛 對不對 所以 又出了一點失落 啊 他好像有一點用到 類似通靈的 一點 相關的數 小人你每次 你每次 等一下等一下 小人你每次要唬爛的時候 是不是就開始自鎮槍圓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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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沒錯 呵呵 阿請繼續 呵呵 好好交給我 呵呵呵 他就有一點 呵呵呵 就有一點用到通靈的這種法術啊 然後天上就跑來一隻鳥 這隻鳥呢就叫著 閃電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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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 好 可以 然後就是 因為是失誤召喚出來的 所以他也分不清楚到底要攻擊誰 就直接打了一刀落雷在這個湖的中間 欸 那 在湖裡面現在是有 烏龜媽媽 阿 不是烏龜媽媽 喔 蛤 是憋媽媽媽還是烏龜媽媽 這兩個型 兩個型體太像了搞不清楚 還有 還有邊小孩 呵呵呵 OK 四個人嘛 一個人三隻 三隻動物 呵呵 呵呵 然後這個 除菁風太郎發現這個雷要打下來的時候呢 馬上 就往上跳開 但是 不 不知道為什麼手裡還是抓著烏龜媽媽 然後一到雷 劈下來就把 剩下的兩隻鳥都給劈死了 什麼 你怎麼都要處理掉了 呵呵呵 呵呵 嚇我一場照照的新角色被劈死了 真的 呵呵 呵呵 然後 在旁邊 不是有頭看 有躲一個警察嗎 獄警嗎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他跳起來的時候獄警就想說 不行 我不能再讓他逃出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 想說他要想辦法跳上去 然後把這個 吞空湯人打下 打下壺裡這樣 他媽的他已經快死了還跳起來了 呵呵 他有想辦法 呵呵 他擺手剛性喔 對手斷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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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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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想個別的喔 幹嘛的 阿 那不是Easy 就想說 阿他現在沒辦法動 所以他想要 把他身上可以丟的武器丟出去 就想辦法把他打下壺裡 這樣子 這樣可以吧 阿 隨便隨便 隨便 他都爬出來了 還有手吧 可以可以可以 呵呵 呵呵 喔 換下一個 呵呵 呵呵 等一下 你站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欸 呵呵 他的東西把他砸下來阿 他要拿東西把那個 跳起來的 他想要拿東西把 另外兩個人砸下來 欸把把 突進風太陽砸下來 啊 他有烏龜媽媽 還有 但是 但是他的手上抓著烏龜媽媽 對 你不是 阿他們不是已經被雷打死了嗎 沒有沒有 他們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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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面了被打死了 只有那個 連名字都還沒取的 憋媽憋小孩 什麼時候都一直憋 呵呵 幹 你都沒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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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在聽阿 從烤肉大會就有B.A了好嗎 真的嗎 幹 這次真的好亂喔 這次真的很亂欸 你看我上次 我上次 偷偷做自己的事情 都還聽得懂 這次我已經完全聽不懂 呵呵呵 你現在只要知道 他們兩個現在是 起跳浮空狀態 飛在 飛在空中 然後警察想把他們打下來 就這樣 對 然後現在還 現在還可以 使用就是還未 就是還在場上的演員是 預警 受傷了 然後 烏龜媽媽 F.I.C.K 還有主犯幫的那個 欸白色已經回家了啦 欸白色已經回去了啦 欸還是可以使用啊 欸白色已經說想 想上班就回家了齁 喔 喔 回家回家回家 然後還有主辦方的那一個 主考官 主考官不在那邊啦 主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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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考官在會場 他們在河邊 我提供給他可以使用的人 這樣子 喔OKOKOK 喔 好 然後現在 現在是 現在是突進風 飛在空中嘛對不對 然後預警翔把他打下來 對對對 然後 突進風現在一直 一直在飛嘛 然後他飛飛飛飛 突然就 飛到了懸崖上面 欸對 還有閃電鳥 忘了忘了講 哈哈哈哈 好 好 然後就進風就說 幹 既然有一隻鳥會飛 那你就把他抓過來 然後他就騎著那隻閃電鳥 然後飛到懸崖上面 然後跟主考官就說 哼 看來這次考試只有我一個人通過了 然後就 主考官就說 好吧那你就準備下一個任務 然後你的下一個任務就是 怎樣 主考官是烤肉的烤 你是白癡啊 不是烤試啊 哈哈哈哈 不管啦 反正他就算他一個考試嘛 明明是烤肉大會怎麼變考試大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好 那個主考人說 雖然這個是一個烤肉大會 其實他是一個 鐵圓的考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終於 對 媽硬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我那個考試 是考試的考 這個 剛剛那個考路大會 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你們現在參加的是一個 獵人考試大會 好 那個 接下來 哈哈哈哈 這是硬要去靠背嗎 接下來 下一個任務就是 就是去西方取經 然後把剛剛在下面被 雷打死的那兩個人喚醒 那你可以 你可以挑三個夥伴 跟你一起去取經 好 可以了 下一個 好我覺得差不多該結束了 哈哈哈哈 鳳太郎聽到要取經 可以選三個夥伴 他想說 好吧 也沒什麼人選 那就主考官跟我一起去吧 哈哈哈 主考官 主考官跟 回媽媽還有 閃電鳥 然後他們三個人 就一起 一起做閃電鳥 然後飛往了西方 要做玉琴 閃電鳥 帶好多東西 玉琴不是要把他打下來嗎 哈哈哈哈 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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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他們兩個 看他們全部一起都飛上天空 然後就想說 不完了我不跟你們玩了 然後他就 他就回家了 玉琴都要死了 還沒回家 不 他們就飛上了天 然後 飛上了天 然後 到了雲上面的時候 突然 突然 突然就看到 原來不是只有他們 坐著閃電鳥一起在飛 原來旁邊還有其他人 然後 就在很遠的 很遠的地方 看到了一隻胖胖的很熟悉的身影 結果是龍貓 好結束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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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說我 哇靠 結束了 換 鳥屎 等一下等一下 龍貓哪來呢 就是 龍貓 龍貓坐在閃電鳥上面 跟他們一起飛 喔 好 他也坐在閃電鳥 然後他們就去西方 所以是有很多隻閃電鳥的意思 對 很多人要去西方舉經 那個雲端就是 他們是競爭對手 OK 他們就是 通通都騎著閃電鳥 在 像是 市民大道上面這樣子 一直在那邊往前走這樣子 哈哈 雲端大道 哈哈 雲端大道這樣子 OKOK 這樣我就懂了 OKOK 哈哈 太難了 然後這個 他們就是西方取經了嘛 啊 他們就 去去去去去 欸 結果 哼 就這個時候呢 這個 呃 這個 那個龍貓啊 龍貓就坐在閃電鳥身上 就突然呢 睡著了 什麼閃電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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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龍貓就睡著了 就睡著了 然後這個時候大家就覺得 欸龍貓的肚子看起來好像很好躺欸 然後 大家就躺龍貓的肚子上 哈哈 然後龍貓呢 就打了一個哈欠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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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喔 他好可愛喔 我要學他 他們就 啊 這樣子 然後龍貓這個時候就醒來了 我靠他 抬他 他肚子上 然後 他就說 超小啦 然後他們就不丟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 下一個 下一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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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兇喔 我怎麼會這麼壞啊 哈哈 等一下 我要先確認一下 媽的 烏龜媽媽不是在跟突進風打架 然後被霞尺嗎 為什麼一生前就變夥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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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要是烤肉捲啊 劉肉捲啊 沒有啊 可是他 那個獄警出來跟他說 你是中了幻樹 你們不是朋友啊 你也不是人類啊 你是烏龜啊 所以他就想起來他要跟他打架齁齁齁齁 副作用副作用 剛剛是我 剛剛是誰被龍貓丟下來 就是烏龜 主考官 還有突進風太郎 被龍貓丟下來 被龍貓丟下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說什麼 好我們的故事結局就是 我們的故事結局就是 突進風太郎 就 就跟 住他隔壁的 一個 女生結婚了 一個 一個女生結婚了 哈哈哈哈 這是最後的結局 這是 我們的結局就是這樣 結局就是這樣 結局要走到這裡 好 好 好 我來快速的突進風 快速的突進風 就是 他們被丟下來之後 結果意外的發現 欸 就是他們飛行的過程 居然意外的 短 然後 居然就掉在 突進風太郎 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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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掉下來之後 掉下來之後 突進風太郎 也就是在 從空中掉下來的過程中 他突然就是 回想了今天發生的一切的事情 他覺得太荒謬了 然後 龜媽媽也是 他們 就是看到了人生的跑馬燈 然後覺得今天真的太荒謬了 我們 我們今天到底 做這件事有什麼意義呢 然後 一到一降落到 地面的時候 龜媽媽就 就 跑掉了 哈哈哈哈 What the fuck 什麼話都沒講 超快 龜媽媽 龜媽流著 悔恨的眼淚 然後就說 我 我還 我 我沒有辦法 就是 想像間這些荒唐的事情 我要回家去睡覺了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然後 就留下 留下 阿峰一個人 還有誰 主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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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飛到一半的時候 就說 我要去準備下一場考試的告示 然後他就 打開他的飛行傘 就飛走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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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因為他兒子死掉了 然後他就想要去尋找讓他兒子復活的辦法 然後 鬼媽媽的故事將會成為 下一次接龍的另外一個 然後那個豬寡寬飛回來說 拍謝你剛剛忘了跟你收報名費 然後所以又飛回來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突擊風太陽就想說 好可以那你跟我 你在我家樓下等一下我上樓拿 他們就一起降落 到他們家這樣子 然後他就上樓 然後他就拿錢 結果他住三樓 結果經過二樓的時候 發現二樓剛搬進來一個超漂亮又清純的女生 他就一見鍾情 後來他就跟著女生拭目相交 然後那個女生就 也沒說什麼 然後他就上樓 去拿錢這樣子 然後一下樓的時候發現 主考官已經換了衣服了 然後他說 欸 你為什麼要換衣服 他說 其實 我 除了 主考官 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神秘的身份 就是 呃 牧師 同時也是 證婚人 他就說 可是 我又沒有要結婚 你幹嘛突然這樣 然後 他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換人 好換人 好 那個 有多重身份 又是牧師 又是證婚人 又是 主考官的這個人 他 就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然後他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堅持 要跟這個 突進風太郎一起 上樓 他說我想看看你家的擺設 這樣子 呃 所以 他們兩個就一起走上去 哈哈 哈哈 然後 然後 他們就到家 然後 其實這個 突進風太郎 他還有一個室友 他叫做 呃 八太郎 哈哈哈哈 八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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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超家 超家 一打開門的時候發現 欸 奇怪 家裡怎麼好像有點 香香的 好像這個八太郎 正在煮一些 好吃的東西 啊 然後他就想說 欸 好像是個 聚會可以去邀請 剛剛看到這個 好像蠻好看的女生 一起來家裡 吃個晚餐 呃 然後他就 想說 他就開始想辦法 要怎麼下去約他 這樣子 好下一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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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進風就是 直接走去隔壁 然後就按那個 很漂亮的女生的電影說 欸 嘖 樓下啦 樓下樓下樓下 好啦 反正就是邻居 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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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那個邻居就說 欸 我們今天家裡烤了一個 很香牛肉捲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 來共進來 永遠都是牛肉捲 在魅惑別人 哈哈哈哈 而且剛才沒有說是牛肉捲 欸 哈哈哈哈 欸 好啦 好啦 那那個巴太郎他烤的是牛肉捲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加一個說明就可以了 可以 然後他就說 要不要跟我一起共進晚餐 這個牛肉捲很香的 然後結果那個女生就 恩 我也聞到一股香味 不然我就跟你們去吃吃看好了 然後就 突進鋒就帶著那個很漂亮的女生上 進了他們的家 突進鋒 然後後來 後來他們就吃了一頓很美好的晚餐 然後他們就在開始聊天 然後就說 欸 台北的房租有點貴 我們三個人如果一起住的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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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房租就錄到神啊 哈哈哈哈 那個女生就想說 幹 好像也是呢 好像也是 然後後來他們就住在一起 然後 後來突進鋒跟那個 那個漂亮的女生 然後後來他們當了朋友之後 問他名字發現他叫 他叫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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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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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四組在笑嗎 然後 然後小禮子 小禮子就一起 進那個 住進了這個 巴太郎 還有 突進鋒的家 然後後來 怎麼在那邊堵住 快 突進風太陽 突進風太陽 然後後來他們 住進來之後 發現 好像只有兩個房間欸 也一個房間太小了 沒辦法住人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他就說 阿不然 小禮子你跟我 你跟我住同一間好了 後來他們就日久生情 然後就生為了 這不用日久吧 當晚就生情了嘛 呵呵呵 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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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超久 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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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日久生情 然後後來 過 呃 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 然後 他們就已經覺得 喔 好像可以結婚了 然後就 哪裡久 主口 比我們 比我們 太太的時間還短 他就去找了那個 牧師 牧師 因為他在樓下等 一直等很久 然後就幹 終於可以結婚了 終於可以結婚了 他媽的 我就等兩個禮拜了 然後 然後 走走走去 去那個 什麼 護證事務所 先去登記 然後結果他們去 護證事務所了 好 下一個 好 Leggy可以結尾了 我們結婚了嗎 可以End了 可以End了 還沒結婚 可以了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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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所以欸 有結了嗎 166秒 耶 Nice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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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牧師 可以啦 牧師被擠開了吧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兩個禮拜沒洗張 等 等報名費 等到人家結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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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牧師不是有上來幾次東西嗎 對啊 還叫他去 還叫他去 還叫他去樓下等 還叫他去樓下等 沒有邀請他 沒有邀請他 還叫他 叫他去樓下等超過分 他只是 他只是上來看一下白色而已 沒有要請他吃喔 不好意思 而且 去樓下宿所 也跟沒有 跟牧師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他們去登記要找牧師幹嘛 對啊 他不是說證婚人嗎 證婚人要一個啊 不用好不好 唉唷 好白癡喔 好啦可以可以可以 漂亮 好累 今天故事要叫什麼 強強強強強 今天這個故事就叫做 忍者封太郎 忍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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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叫做忍者封太郎騎育記了 哈哈哈 超乱 超乱 唉唷好白癡喔 真的 是不是 認同龜媽媽應該要再下一個故事交代後事 這麼好的角色太可惜了 真的 中過幻樹的陸龜不多 哈哈哈 去哪裡找中過幻樹的陸龜阿 真的 厲害吧 啊 可以了可以了 功德圓滿了 我覺得不錯 大家很有創意 對啊 OK的啦 可以可以可以 OK嗎 OKOK OK啦 是不是 是是是 創意還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上面 沒有吧 你這叫做現實生活應用在創意上面吧 媽的 超扯 從零開始的街友生活 牧師直接變街友 下一集預告就是 就是那個好不好 龜媽日記好不好 龜媽日記 應該叫龜媽復仇記吧 不對齁 他要復活小孩 他也沒有喔 對啊 那就是龜媽復仇記 叫做 鬼入頭 那叫做龜頭髮也好了 我知道 叫怒 龜頭風大復活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人長阿風被龜頭風了 沒有沒有 我是想要怎麼走領風 然後把那個 烏龜媽媽放進去而已 跟那個 風太郎已經沒有關係了 沒有關係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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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好啦 好啦 沒事了可以 Judas 可以可以快 玩的夠大了 玩的夠大 真的很大 拿龟头 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差不多差不多了 可以了吧 还要下一集 龟妈头动好了 好累哦 可以了可以了 圆满圆满 好圆满了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好终于关了关了 好不好大家晚安 再见再见再见 拜拜